黑膠唱片 黑膠唱片充滿膿膿的復古味 一直都是發燒油的寵兒 為了解決唱片播放起來相對麻煩的問題 唱機不斷推陳出新 繼簽證的猴翻天 台灣業者推出 只做的傻瓜黑膠唱機Spinbox 現在與Kickstarter上 有一款復古跟科技結合 號稱是世界上第一台能用App 操控播歌 隨處帶走的唱機Love 咦 這不是眼鏡盒了嗎 看到這外型可別困惑啊 它可是有設計師精心打造的 Love由播放器 以及兩個底盤組成 把播放器輕輕扣在唱片上 就可以播任何尺寸的唱片 透過藍牙機Wi-Fi 可連接到手機App 音量調節 轉速等等 甚至可以顯示專輯封面 機身上有3.5mm耳機插孔 以及藍牙轉換器 可以連接外接耳機跟喇叭聽歌 新穎的外型 方便的設計 但售價可不輸一般傳統黑膠器 現在正處於集資階段 一台就要價近萬元台幣 影子如何 真的要等到拿到實機後 才能見真章了 科技始終源自於人性 但不知道對於黑膠鐵粉們 這些復古翻新的概念 讓傳統技術漸漸流失 會不會失了幾分韻味呢 東新聞台北報導